支持者觸涌上前 韓國瑜才下車 現場歡呼聲不斷 韓國瑜在金融市長候選人謝國良的陪同下 前往新市場掃街 但短短5分鐘的路程 就走了20多分鐘 民眾太過熱情 一路上追著韓國瑜要求簽名拍照 韓國瑜都熱情回應 對 我們就是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有協助他很多外島的行程 那時候我算是貼身的陪伴他 而且協助他 然後也算是他的先遣部隊 也到了澎湖跟馬祖先做一些地方的整合 所以然後後來又陪嘉芬姐去美國 所以我們的感情是相當的深厚 那今天他能夠來基隆幫忙國良 我也非常的開心 而且他非常的人氣 大家上次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感覺韓國瑜沒看夠 因為這個時間非常緊迫 所以我覺得基隆很多民眾 還是相當的懷念韓國瑜 今天能夠看到他來應該是非常的開心 由於現場韓粉及民眾越聚越多 基隆市警察局出動了超過50名的警力 維持現場交通 而隨後在謝國良的陪同下 韓國瑜前往品茶 阿貴阿湯和滷肉飯 基隆市長謝國良 市民快樂又善良 好 謝謝 季前總統馬英九 黨主席朱立倫 陸續來到基隆幫謝國良站台 韓國瑜這次宣風是掃街 希望拉台國民黨勝選的聲勢 我們基隆有相當多的民眾 當然有很多國民黨的支持者 是相當期待看到韓國瑜韓市長 那我覺得我們國民黨在基隆 基本上我們的基本盤是藍略大於綠 所以我覺得對於讓我們的支持者看到 他們所喜歡的政治領袖 跟這些政治人物 我覺得有助於我的選情 那韓國瑜韓市長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非常期待在未來的 不論是大造勢 或者是選前的最後關頭 我都希望韓市長 我都希望馬總統 我也都希望侯友宜跟盧秀燕市長 全力的來幫我們加持跟拉台 但是韓國瑜市長來 我又特別的開心 韓國瑜首次為謝國良造勢 離去前再次強調 會再回來幫謝國良站台 贏得最後的勝選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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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